记者洪美秀新竹报道 日本JR观光列车的法式行政主厨香山杨明 今天下午到新竹市世界高中 向学子展现观光列车上的法式甜点桌边服务 他说法式桌边服务以限点限做为主 为完美呈现 会注重菜肴的颜色与摆盘效果 更透过法式火烧技巧 让甜点充满色香味 让客人在火车行径中也能品尝到法式美食 世界高中校长詹浩智障学校餐饮科学神与世界接轨 邀请日本JR观光列车中行驶在小田 原道一斗吉下田站间的一斗号 法式行政主厨香山杨明来学校 这是香山杨明首次到亚洲访问 更是第一次到台湾的学校进行法式桌边服务的教学 詹浩智说 一斗观光列车因沿途风景明媚 或车行进时间于二 五小时期间法式料理深受旅客喜爱 法式料理的桌边服务强调限点限做 且是在客人面前做菜 不仅主厨技巧要熟练 更要兼具美食无感 香山杨明在日本开法式餐厅更是JR观光列车的行政主厨 担任厨师数十年的他 传承法国料理美味 他为学生展示两种法式火烧料理 包括火烧橙酒可丽饼及火烧樱桃料理等 其中甜点料理是法式料理的特色 香山杨明也在学生面前展示 如何只用刀叉将柳橙的果肉分离 其坚守完全不碰到柳橙果肉 技巧之熟练让学生看得目不转睛 他强调法式桌边服务少用手碰食材 而是透过烹饪技巧将食物的美味展现出来 且要搭配颜色及摆盘 让美食成为艺术 搭配视觉 嗅觉和味觉 美食也能是种艺术表现 学生都说收获很多 第一次有法式料理主厨展现厨迹 法式料理的细腻玉刀工熟练度 让学生印象深刻